虽然现在是国旅淡季 不过屏东墾丁饭店人是出现不少游客 沙滩上的海滩车业者也都摆出来准备做生意 但有网友上网询问意见 说要去墾丁好还是去菲律宾的宿物比较好 网友贴文说自己一家三口想在4月中出去玩 但大家都说出国比较便宜 推算后去菲律宾宿物旅费约8万元 但反问如果在墾丁晚6天能不能住的比较好 就有网友说要下水才建议去宿物 也有人说墾丁没办法玩到6天 还有人建议到越南下楼湾 实际询问一般民众怎么看 菲律宾那边的治安是比较不好的 所以我会比较倾向选择国内 我会在墾丁因为比较自由自在 至少自己的民情会比较好 国内现在的旅游消费太高 品质也跟不上 我是觉得跟不上国外 台湾的房价我都已经不能接受了 我都会直接出国 大部分反映国旅住宿都太贵 也有人认为在台湾比较自在 但实际来算一算 如果按发文网友算法 机票跳岛包车住宿加上杂志 推估宿物会花到8万元 但选择肯丁交通费用 加上租车及新级饭店住宿 也至少要3.5万元才有办法 不过实际到订房网站上看 肯丁从饭店到民宿 其实五晚价差 最多可以省到1万元 以4月中旬肯丁地区的房价来看 新级饭店六天五夜 不用超过2万元 那很多优质的民宿 六天五夜甚至不用到1万元 那我天天在肯丁看着大海 餐餐吃龙虾生育片 都不用花到8万元 天4月大概在3万块左右 没有像各位人想象的这么贵 肯丁业者对自己有信心 想平反近年价格高昂的形象 如果三个人六天预算8万元 就问观众 换做是你又会怎么选择 明信新闻 苏珊瑋 宏明生 屏东报导